要求柯文哲 爽到賴清德 2024總統大選結果 柯文哲如果不是老三 五指家捐薪台幣5000萬公益 柯文哲如果是老三 柯文哲捐薪台幣5000萬公益 賴清德這兩天碰到很大的傷害 非常大的重挫 賴的這個力量現在有大幅度的衰退 柯文哲 黃珊珊 還有這個黃國昌 他們叫做民眾黨的選戰策略小組 開會做一個重大決議 我剛剛講過一點 我現在講完簡一點 第一個重大決議就是說 全面跟國民黨跟民進黨開幹 然後第二個事情 停止複選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這個學問大了 那以這兩點來看的話 什麼意思呢 我認為 第三個事實我跟大家分析 目前國民黨有沒有要 立法委員有沒有需要民眾黨輔選的 沒有啊 有沒有需要柯文哲輔選 沒有需要柯文哲 沒有需要柯文哲輔選嘛 黃珊珊跟黃國昌也沒有輔選能力嘛 因為黃珊珊每次選他是 常敗將軍嘛 他選什麼都輸嘛 黃珊珊根本沒有輔選能力啦 他們是一個沒有名義的 市議員啦 市議員 那現在最紅的是誰 就是蔡碧如 蔡碧如在全國輔選所有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那這時候已經 國民黨已經不需要柯文哲了 對不對 柯文哲知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嗎 他蔡碧如在選的就沒人找他啊 對對對所以我現在高度的懷疑 今天早上他們 這個民眾黨的策略小組 就是柯文哲黃珊珊和黃國昌 開的會議裡面其中有一條決定 什麼決定呢 就是不准幫國民黨站台 不准幫 到底這個規定 是要限制 柯文哲 還是有新人 像黃珊珊因為黃珊珊長期跟 蔡碧如的關係惡劣嘛 你沒有看過黃珊珊就浮選蔡碧如 所以我認為是黃珊珊跟黃國昌提這個案 要來陷害蔡碧如 要讓蔡碧如不准去幫國民黨立委站台 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因為國民黨立委現在完全不需要 柯文哲了嘛 國民黨的 這個然後 這個 柯文哲早就全面開戰打國民黨了嘛 他都已經把 侯友宜跟這個趙朝康講成中共支持的一組人嘛 還有什麼所以國民黨根本沒有什麼好去做這種決議嘛 唯一做決議有意義的部分 就是去限制 或禁止 蔡碧如去幫國民黨立委站台 這個東西啊 狼子野心 有新的陰謀就出來了 碧如姐我現在這邊給你公告 因為你在台中選舉 你不知道他們今天上午開會的情況 我有 內線我聽到了 我跟大家分享 到蔡碧如的幕僚 快點告訴他 不要甩民眾黨策略小組的 做的這種 壞的決議 司法界選了嘛 對不對 抓多少人了嘛 對不對 那個 周典論 剛剛幫何友宜站台 一個禮拜 馬上 抓起來 就抓起來 然後郭台銘不敢回來 這不是爛招 公然用 政府的司法的暴力 用司法的暴力來點壓在野黨 在野黨你看了有任何 有任何的反擊能力嗎 包括我的好朋友羅志正被人家 拍影片 他說中共界權 對 所以 民進黨的爛招 不是爛招 民進黨 他不認為 如果他認為是爛招 他不會做 他的表現 我昨天在 這個新北就罵那個叫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冠廷 卓冠廷 卓冠廷 卓冠廷是我本來非常欣賞的一個年輕有為的 年輕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未來 未來型的這個 這個政治人物啦 長得很好 口才各方面 我不認識他 但我欣賞他 但我看這一次打柯文打侯友宜的方式 對 很賤嘛 打到下流的你知道吧 就你這個人有個底線嘛 像今天黃珊珊就是已經超過底線了嘛 他本來就沒有了 就是 第一級嘛 第一級嘛 他本來就在那個等級了 那我意思說 侯冠廷 不是 我說黃珊珊 我要講 就是有些人 就民進黨糟糕就在下一代裡面 通通被污染了 這是民進黨的悲哀嘛 好不好 有兩種票 在最後一個禮拜 會大量流動 一個是年輕人的票 一個是中間選民 那對貝斯這個事情 年輕人很欣賞 因為那叫進步思想 對不對 可是 中間選民 非常反感 民進黨支持 貝斯 當然 當然 所以今天 如果賴清德不快點處理面對貝斯的議題的話 我覺得賴清德情況 對他不好 國民黨 長期已經失去了制衡民進黨的能力 民進黨的派系 因為民進黨的人物 他們是以 權力鬥爭 作為經營他們的人生 貪污腐敗 是他們的工作目標 所以他沒有這個政權 他就不能夠 他就不能生活 那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每一個人 沒這個工作了 他就 找別的工作 他可以他們家開 他們家可以 每一個國民黨的候選人家 做生意 養老爐 做生意 他們是溫室你的蘭花 國民黨執政下沿那麼久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點 他們連 簡單嘛 國民黨連像樣的一個 這個我們連網路平台都沒有嘛 國民黨連 董事長開場這種平台國民黨有沒有 沒有 對不對 國民黨到今天為止 TVBS 跟中天 有沒有幫國民黨發揮效用 沒有 每天一堆人在那邊講話 結果呢 結果有 這很簡單嘛 不用訓練嘛 賴清德的地產問題就一句話而已嘛 賴清德蓋房子買地那一天 他當立法委員嘛 那是民國93年嘛 那個地叫什麼地 那叫做礦業用地嘛 礦業用地是不能蓋房子的 礦區用地是不能蓋房子的 那麼簡單 就跟我現在等一下告訴各位 要看柯文哲的 成本嘛 成本調出來上面第一句話就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是礦區用地 九十二年就寫了不能蓋房子 這麼不簡單的事情他就在騙人 國民黨沒有一個人講這個議題 第二個 當時他當立法委員 縣長是 蘇貞昌 然後呢 他可以把它解決掉啊 後來他當行政院長 他也可以幫蘇貞所有他的出兵解決問題啊 為什麼不要 他留在那邊當作一個勵志的故事嘛 酸妝痛的贏的嘛 那我老婆老婆的 龍心之地 他是龍心之地 他是一個 一勵志的 成功的一個 苦學 貧窮 鄉下小孩 而成功做到今天未及人臣 他用這個故事來包裝自己 這非常殘忍的一個事實 這是一個 講難聽點 是是非跟羞恥都有問題的一個人 這種情況之下 國民黨 完全抓不到要害 這怎麼辦 國民黨我認為是 國民黨是一個需要 本來我期待喔 今天如果說今天 藍白河的話 由柯文哲去改造國民黨的話 國民黨還有希望 但看起來希望沒有吧